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一个题目是 反间谍计划 自建基站与数据修断方法 其实之前它是一个其他的名字 就是如何使用基站系统对IoT设备进行漏洞测试 不过大国给我搞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 反正内容都差不多 OK 简单介绍我自己 我这边是百度安全实验室的高级安全经验员 我现在研究领域是IoT安全 我最近做一些无人车的工房 多次破解了很多硬件设备 那么我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个大纲 首先是我们很多联网IoT设备 也就是说比方说炮子机 比方说自动收获机 这些设备测试目的和一些测试方法 然后是如何实现自动附着 也就是说如何让这些设备 自动的连入到我们的基站系统 然后对它的流量进行铸电人攻击 然后还会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搭建一个IoT 也就是4G的基站系统 最后会介绍一下漏洞实例 几个漏洞实例 还有一些其他的 包括通过运用上的内容 进行测试的一些方法 一些测试的目的和守则 我觉得目的这里头比较重要一点 是通过我们搭建基站测试系统 对我们的IoT设备进行辅助测试 就是说我通过这套系统的话 辅助我去挖IoT设备的洞 然后其他比方说还了解一下 这块的安全风险之类的 但是这一块有一个测试守则 也就是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 也就是说比方说右面这张图 是一个屏蔽盒 因为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你如果去发送大功率的 无线电波干扰其他的设备 其实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在这种蓬蔽盒中 或者在一些屏蔽地下室中 去做相关的测试 我们的测试目的 其实就是控制流量 控制流量包含什么呢 比方说我需要控制我的共享单车 或者控制我的自动收货机 或者说控制我的这种 有联网有SIM卡的IoT设备 比方说我的车机系统的流量 主要包含三方面 一个是获取流量 也就是获取它与云端传了什么内容 还有一个是修改流量 修改的话 比方说我做一些中间人攻击 去把它一些配置信息给它修改 还有访问 当我去控制IP链路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去访问 这个IoT设备的一些端口 一些端口是有风险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和具体的一些 针对这些IoT设备的漏洞挖掘方法 第一点是获取云端的接口 这种挖掘方法 也就是说 我如果能获取到 比方说我的pose机 和云端的一些通讯 我就能获取到它云端的IP 它的域名 它的一些接口 那么就会转变成为 基于这种外部工坊的一些安全测试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第二个是获取它的通讯数据 获取一些敏感信息 比如说它传输的一些token 它的一些password的 通过这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python 或者说我的笔记本电脑 重新去利用这些认证信息去登录 或者说修改数据 修改数据指的是 比如说它是很多设备都有自动升级功能 我把自动升级的请求给它截断 同时我去对它的流量进行修改 那么我可以引导它进行升级一个恶意的固件 还有一种方式是访问监听端口 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IoT设备 它其实是去开了一些端口的 比方说一些车机系统 当我去获取IP链路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访问这些端口了 有可能分为两种测试需求场景 一种是攻击前 也就是说比方说我只需要获取 它与云端进行通讯的数据 这种的话不需要我们的client去 任意的连接 任意的client去自动连入到我的系统之中 只需要我的client能够最开始一次连入就OK了 这种方法的实现 使用一些GSM和LTE的测试基站就OK了 还有一种是需要在攻击中 也就是说需要我的client去自动的 去连入到我的基站系统 并且然后去对它进行流量的修改相关的 这种的话我们需要搭建我的GSM攻击基站 那么这个基站搭建完成之后 我如何去让我的设备去自动的连入到这个基站呢 通过修改一些小区重选参数 我后续会讲去实现这种场景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如何去实现攻击中的基站 也就是说让我的client 让我的pose机自动的无条件的连到我的测试基站中 并且对它的流量进行各种看修改之类的 这个是腾讯的攻击宝马车机的一个case 他们就用的USRP这种软件无形电设备 还有OpenBTS这种开云基站系统 他们去寻找到了一个浏览器的内存错误漏洞 同时它把流量进行修改了 让这个漏洞在我浏览网易的时候 去把HTEP内容给它修改了 就加入了一些恶意的HTEP 所以说我浏览网易的时候 这个浏览器漏洞就可以出发了 实现了最后的RCE 就是远程不定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234G 它具体代表什么呢 2G就是GSM 其实GSM是现在仍然有问题的 3G 4G就是LTE 以后就5G了 其实这个比方说在2G时代 我们的这个传输速度非常有限 比方说大概是5K每秒 4G的话可以很好的去看一些在线的高镜视频了 那么其实实在在进步 很多技术在升级2G 3G 4G 其实在最初的阶段GSM 在设计之初我们有考的一些安全问题 它其实是有严重的安全风险的 有人会说了 那么现在很多 比方说中国联通已经2G退网了 这种问题会不复存在了 其实不是的 问题的原因不是在于运营商 而是在于设备 设备 虽然说运营商已经没有2G网络了 但是你的设备还是会支持这种GSM制式的 所以说这种安全问题会长期的存在下去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GSM的一些安全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设计之初 GSM使用了单向认证 也就是说基站 手机或者说client 无法去验证基站的真伪 所以说产生了安全问题 然后伪基站应而生了 我们有可能经常会收到一些恶意的短信 比如说这里头有一个什么你中奖的一些链接 那个就是维基站给你发了 其实维基站给你做了什么呢 只是给你发了一条内容和号码都可以自定义的短信 它没有别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维基站的内部 它使用一些收发板 右侧蓝色的就是一个无线收发板 在一些放大器 它软件部分使用的OpenPTS 也就是一个开源的GSM基站系统 通过软件模拟再加一些收发设备 实现了基站系统 那么维基站都做了什么呢 当你去靠近这个维基站的时候 它会把你吸入到它基站 并且给你发一条短信 然后再把你踢出来 它只做了这件事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它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它会把你吸进来 它怎么把你吸进来 我们通过对它的软件和硬件经理研究后发现 它改了一个参数是非常重要的 它把这个小区从远参数C1C2值 给它进行了修改 修改成很大的值 它有可能C1C2就是一个偏制数 或者说它就是一个 如果C1C2值很大 就是说明这个基站是非常的火热的 然后就非常能够有吸引力 会把周围的全吸过来 也就是说CLAIN会优先去选择 C1C2值很大的基站去连接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尾级站进行借鉴 当然我们不可以滥发短信 干扰它们 而且我只需要实现它的 把Client吸入的这个能力就OK了 同时我需要做尾级站 没有做的一件事是控制它的GPRS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 使用这种软件无线电设备就可以实现 我们简单介绍软件无线电设备 是一种可以任意收发无线电磁波的一个设备 然后我们的软件部分呢 使用开源的GSM BTS 软件有可能我推荐YTE BTS 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安装相比去它 同时呢它是可视化的有外部界面 那么硬件呢我们推荐用Blade RF 因为它的频片非常的准 这个频率非常准 所以选完之后呢 那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我如果让我的比如说我的Pose机啊或者说 因为现在很多Pose机啊或者说共享单车 其实都是用的2G 当然用4G也没有关系 你给它这个强制这样的2G就OK了 那么如何去实现让它自动吸到我的这个基站里呢 我们发现在这些这个基站这个软件之中 我去设置CR参数是不奏效的 所以说我们最后我们看右上角这个图 我们把原码中把CR值给它固化了 就是说硬编码成最大值 其他的呢我们需要配置一些其他参数 MIC和MNC就是国家代码和运营商代码 比方说中国联通是46001 把这些代码写成与当前SIM卡一样的代码 一样的这个配置参数嘛 还有选取一个较弱的频点 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频点的选择我也不说了 所以说通过这些实现之后 我们看一下左下角这个图是一个工程测试机 工程测试机右上角显示CR值是201 通常CR值是67值 那么现在CR值已经达到一个报表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的假基站在可以就是把周围的 所有的2G的这个设备都会吸纳进来 OK 其他一些配置就是说在这个外部机面 进行配置的一些这个详细情况 大家大概看一下 比方说如何配置MIC和MNC 如何去选择频点 或者说如何去这个关闭防守墙和这个添加IP转发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使用Wireshack 或者说这个对数据包进行秀探 使用这个Build对数据包进行这个MITM之类的 当然还有一个IMSI 也就是SIM卡的一个编号 我们需要配置成点星 接纳所有设备的IMSI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备吸入进去了 但是我在这里说我们最好要最小化影响 这套理论已经实践过了 就是它是具有真实攻击场景了 它会把你的设备吸进来 并且然后控你的网络流量 但是这种是严重影响周围设备的 是这种严禁直接测试的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屏蔽盒测试 可以在地下的屏蔽室测试 然后我们现在外事具备了 我们把我们的2G基建搭建好 并且具有了很强的CACR值 并且把相关的配置都配置好了 拥有了控制这个设备的GPS流量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该怎么去做攻击分析呢 开Vireshark 然后看它与它传了什么流量 或者使用Buip 对它发的LTP包进行截获 并且对一些参数进行修改 或者说直接去在我的笔记本上 去访问这个设备的IP 它有可能开了TileNet 或者我可以扫一下 这个是我们所讲的2G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去搭建LT测试机件 也就是4G测试机件 为什么去搭建这个测试机站呢 如果说我们只需要做一些测试 也就比方说我只需要拿到它的流量 而不需要让它在真实长远中吸进来 或者说我需要快速测试 因为比方说在2G中 去扫端口是非常慢的 在4G中它会很快 我可以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搭建LT4G的测试机站 因为LT采用了双线认证 所以双线认证的话 我们需要解决认证问题 如何去解决认证问题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LT系统 有可能包含了UE,EPC和E-NodeB UE就是说我们的Client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 这一块大家可以不用care EPC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中央控制主机 E-NodeB有可能是一个射频单元 我只需要把EPC和E-NodeB在我的电脑上去搭建起来就OK了 我们这里头去选择开源SDR,LTE 也就是开源软件的话 有可能大家非常够是OAI 但是OAI安装特别的复杂 就是不建议大家去安装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SR,S,LTE 那么安装和使用特别的简单 适合安全员去做安全分析 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做使用软件无线电的方式 搭建LTE测试基站 我们先下载和编译EPC和E-NodeB 然后同时我去选择硬件系统 这里头标红的是我推荐的 U3RP B200它比较便宜而且稳定 B200 mini它是比较小巧的 Blade RFXA4它是比较不占系统资源的 OK,我们选择完软件硬件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写卡 因为我刚才说了 4G它是双线认证的 为了解写双线认证 我需要写一张可以让手机 然后验证基站的SIM卡 那么我需要购买一个读卡器 同时购买一张空白LTE SIM卡 那么这个SIM卡 其实这个国家是没有不允许在淘宝上卖的 大家需要找正规的局境去购买 同时仅限于测试使用 大家一定要几线测试 OK 我们刚才的一些任务是软件选择 硬件选择 然后写卡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对软件进行配置 配置的话还是刚才那样 配置PRMN 也就是说配置国家代码和运营商代码 比方说我配置46001 这个是中国联通的 配置一些常见的运营商 然后还有需要配置APN 配置这个评点 如果说这个设备 它有可能只支持这个一些这个几个评点 然后可以选择半的一和半的七 这种大家都支持的评点 然后设置IP转发 然后写卡 写卡这里头会写这三个参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去写卡 那么写卡呢 首先 比方说我需要模拟的是中国联通 那么前五位我需要写成46001 后面来随便 那么我把这个数 然后填到我的右下角 这个软件中的IMSI 同时呢 我在user.csv 这user.csv是 我们刚才说SRS LT 也就是说基站软件之中 负责认证的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中有KI和OP或者OPC KI和OPC呢 它俩是两个K 把这两个K 然后同样的写到我这个写卡软件里头 同时把刚才那个IMSI 就是说刚才我写的卡里的IMSI 重新这个替换成这个user.csv的IMSI 最后我们的目的是保证 KI OP和IMSI 这三个参数 在我的基站这个软件中 和在我的卡中是一模一样的 就OK了 OK 写完之后 我们还选择一些正确的算法 这样的话 我现在打开我的手机 我就可以去搜索这个运用商 我去可以连到这个4G基站之中了 但是现在是手动的去搜索 而且有可能会有一些漫游的问题 我需要手动去点开允许漫游 同时如果APM不对的话 有可能还是上不了网 如果去解决这几个问题 我们每次在手机中需要点手动搜网 但是我们一些比方说4G pose机 或者4G的私动收货机 它有可能去手动搜不了 那么我需要设置IMSI和常见的IMSI是一样的 比方说中国范围 就比方说机器是中国产的 那么我设国家代码和运用商代码设成常见的 比方说46001 同时呢 经常会有一些APM不匹配的问题 就比方说像安卓手机 比如说像一些共享单4G 使用4G模块的共享单车 或者一些4G模块 它都有一些预先的APM 比方说它预见你的运用商代码是46001 它就默认使用3GNET这种APM 所以说我在软件 我们的SDR软件中 也需要设置成对应的APM 所以说才能实现 我不需要手动搜网 而且APMOK的全体下 这个IP连续才能建立起来 所以说我把刚才所有设置都配好了 我配置了 我去写了卡 我去把相应这个国家代码和运用商代码都写好了 这样的话我去软这个EPC和EnodeB 所以说我的这个4G基站就跑起来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使用这些SIM卡的一些物量设备 我们来简单举两个例子 刚才我们讲了一些2G基站和一个4G基站 我们讲几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很多复杂了 比方说这是两款手表的新配置泄漏的问题 我们通过GSM或者GPRS流量秀探 比方说左上角这一块 我去秀探到了这款手表登录的用户名密码 其实这个用户名密码的话 我可以用我的Python在我的笔记本里重新去写一个脚本去登录 那么原本手表的登录就失效了 那么黑客就可以用电脑跟这个父母的APP进行通讯了 进行这个沟通了 右下角这个是另一款手表 那么在另一款手表在开机的时候 它会这个拉取配置参数 包括比方说父亲的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那么我用BIP给他截断 并且然后把爸爸的这个手机号给他修改成黑客的手机号 所以以后孩子在打电话的时候 打给爸爸就是打给黑客了 比方说这是某共享单折锁 我们在抓取它的流量的时候 发现它使用HTB进行通信 当然所有内容是加密的 那么我们把它固件也分析下来了 也扣下来 在IDA里去分析 然后分析它加密的一些流程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获取 可以完全解密 解密之后就可以获取每次解锁的密码了 或者说我可以引导 因为我把所有的这个加密的HTB都解密了 我可以引导它进行一些恶意升级 比方说升级成我想要的固件给这个共享单车 这是某个设备 是一个4G模块 这4G模块要监听了某个端口 那么对这个监听端口的并进行分析 发现它存在一个命令之路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基站系统 让它连续到我们的基站 同时呢我去访问这个端口 所以说对这个4G模块进行了这个远程这个RCE 这是一个演示 这是一个这个随身Wi-Fi 插卡的随身Wi-Fi 那我这个开机的时候 因为我运行着我这个4G的LT测试基站 当我开机的那一刹那 因为它里头的配置信息都配置成这个平常了 所以说它已经这个自动连到这个基站了 同时呢 我找一个手机去连这个随身这个4GWi-Fi的Wi-Fi 那它可以正常上网 也就是说 所有流量都可以在我的电脑 因为所有流量流进我的电脑嘛 当我用手机去浏览网页的时候 这所有的流量其实在我的这个笔记本上可以看到 在我的基站系统可以看到 同时呢 我如果去访问这个随身Wi-Fi的这个端口 因为这随身Wi-Fi其实插了一个4G卡嘛 我去访问它的端口 其实直接去就可以控制它的这个TileNet OK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 应用商内网进行攻击的一个例子 因为就比方说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在连4G网的时候都会获取到 其实现在的应用商 它对安全不是太重视 所以说我们的手机 都会获取到一个10或者172的这个内网地址 我们都是互通的 买两张相同的SIM卡 相同的4G卡 然后有可能大概率会分配到一个内网之中 比如说A可以访问B 我就可以就是测试B 基于端口的一些安全问题了 如果是私有APN 这里就不可以讲私有APN了 私有APN呢 肯定会分配到同一个内网之中 这种分配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安全测试了 这是一个视频 利用运用商内网进行测试 我们现在在一个私有APN网络之中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 我的笔记本是连到我手机的热点上了 那么我用我的笔记本 然后去扫10网段 那么去扫10网段 谁开了55端口 当我去发包的时候 然后我用Vershock去看 你会发现有大量的client去返回 这个TDP RST 也就是说这些client是存在的 只不过它这些端口没有开 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个开了55端口的client 其实这是我们事前预制的一个client 我们可以这个ADP可怜的直接连上了 所以说这个内网都是互通的 我连上这个有可能是对端也是一个手机 对端手机就可以测试我们这个 连上对端手机之后 我可以利用对端手机去测试 我这个随身WiFi的一些基于端口的安全问题了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比如说研究通过这种搭建基站系统 研究一些基带漏洞 还有一些研究RT一些这个协议标准的漏洞 这一块时间关系也不跟大家讲了 今天的分享 因为时间比较短 然后说比较快 大家看有什么疑问吗 如果没有疑问 我们今天就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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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